带点新人的震撼 嗨 大家好 我是大国手 我是学哲学的 一个哲学硕士 谢谢 毕业四年 没工作过 上学的时候天天想 我是谁 我从哪来 我到哪去 毕勒夜天天想 哲学能找啥工作 天下游免费的午餐吗 人不吃饭 能扛几天 虽然哲学不好找工作 但是我的心态很好 我看过一本书 叫狗屁工作 说大部分工作 没有意义 违反人性 甚至危害社会 我学进去了 差点饿死 就开始讨生活 所以我今年考了哲学博士 考了摩托车驾照 我是两手准备 考博失败 就跑摩迪 对 现在就在跑摩迪 跑摩迪比哲学容易多了 因为我不用问他从哪里来 我只用问他到哪里去 但是跑摩迪收入不稳定嘛 也有一些其他收入 有时候教课 有时候跑腿 有时候借钱 我不想给朋友添麻烦 借钱的时候就会说 这两年还不上 你有闲钱再借给我 借的次数多了 就有了一点心得 从哲学上说 人不能两次 踏进同一条河流 同理 我也不能两次 找同一个人借钱 因为得还上第一次 对 最近没有跑摩迪了 是因为之前男朋友 骑我的摩托车 摔断了手 进了医院 要花钱 当时手里确实有笔钱 但摩托车也该修啊 摩托车很重要 车没了 我就没了生产工具 只剩我这个生产力 无能为力 我想一份钱 掰成两半花 又怕两边都修不好 我男朋友是玩乐队的 又不赚钱 我总得保一个劳动力吧 我就想 要不先分手 等他好了再谈 但我又舍不得 因为他长得有点帅 我就感觉 生活好像瞎像棋 保帅还是保居 我就给他出主意 我说 你找你朋友借钱 但他朋友都没钱 我就把钱借给了他 朋友们 色令制婚 我现在就是后悔 已经四个月没收入了 熟车 我得先跑摩托赚钱 跑摩托赚钱 我得先熟车 别人是电车难题 我是摩托困境 从哲学上说 现在就是 我有车 但是我没有车 我得破局 就想找工作 但哲学真没合适的工作 设想 我真进了公司 能干什么 别人擅长 推广运营 商务洽谈 做PPT 我擅长 提出问题 思考问题 留下问题 公司面临危机的时候 老板问我怎么办 我说 凡事现存的 都会走向灭亡的 哇 厉害 老板说 难道你对公司 就没一点感情吗 我说 没有 但我对公司充满理性 从理性上讲 这公司早该倒闭了 当然这么理性的人 也没公司敢要 我得接着破局 就约朋友喝酒 想办法 他喝多了 我就跟他说 你天天出来喝酒 还是要有点精神追求 他就买了我的哲学课 两万块 一百次客 健身房都没我敢卖 他上了三次就不来了 那时候我就知道 我赌对了 我这个朋友 他也健身 也就是 他身体和心灵 都被骗过 虽然没钱嘛 但是还是过得挺开心的 学哲学没别的好处 就是想得开 哲学书上说 穷人也可以获得精神自由 我和几百年前 穷困潦倒的康德 看的是同一片天空 我很想对他说 康德老师 你当时也这么饿吗 谢谢大家 我是大高手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去年我讲了容貌焦虑的段子 是吧 今年我就开始身材焦虑了 因为之前我看到一张表格 上面有我们很多人的身体数据 就有个同事指着其中的一栏问 这是谁的臀围啊 这么大 服装老师说 这是鸟鸟的腰围 我就琢磨着该减肥了 我妈也很关心 不知道他从哪听来一句健身圈的口号 说自律给你自由 我当时听了我就有点生气 我想上高中的时候 你说上了大学你就自由了 上大学你说工作了 自己赚钱就自由了 工作了你告诉我下了班就自由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你告诉我自律给你自由 就能不能不要再给我画饼了 我咽不进去了 我在借碳水呀 我说我一个搞脱口秀的 我不靠脸吃饭 是吧 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搞创作 我妈说创作怎么了 很多作家也都在健身呀 你看人家海明威 是吧 刺威格 我说妈妈 你是真的会举例子 死得比这俩惨的 作家都不多呀 我觉得自律和自留 这两个词本身就很矛盾 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很矛盾的话 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 说年轻人如何佛系的奋斗 我想你都要奋斗了 还要佛系 这也太矛盾了 怎么奋斗啊 南无阿弥陀佛 我觉得自律给你自由这句话 他真正想表达的是 好身材能吸引异性 健身有助于求偶 所以想到这里 我就去健身房了 我是为了去积累素材 我早就知道健身房 是当代著名的消费陷阱 果然一进去 就有一个教练要给我卖课 他说你的体态有问题 我说对 我圆肩驼背 骨盆浅清 还有膝超身的问题 整个人看起来没有自信 再不健身就完了 教练说 啊你也学过PUA啊 后来又来了一个教练 让我真的对健身产生了一些兴趣 因为他教得很专业 也不着急卖课 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帅哥 对我也有眼睛 他会教我做一些器械 有的器械就特别磨手 我做完一组就会搓搓手 教练说你刚开始练 手上还没有剪子 我手上剪子就很厚 你摸 当时我就想 我的天呀帅哥让我摸他的手了 开玩笑我想到说你熊鸡上有剪子吗 然后我就摸了嘛 就买了一万块钱的磕 有的时候你明知那是消费陷阱 但当陷阱里站着一个帅哥的时候 你只会感到喜悦 你只会想太好了 天上掉陷阱啊 帅哥还每天监督我早睡早起 让我跟他汇报今天吃了啥 我感觉自己雇了一个妈 但我已经有一个免费的妈了 健身实在是太辛苦了 每顿饭都要计算热量 一定要特别标准化地饲养自己 力求把自己的肉质养得特别柴 而且经过我仔细观察呢 我觉得健身房啊 可能是一个物理老师发明的 我就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 见过这么多定化轮 大家都练得汗流浃背 把一个哑铃举起放下几十次 然后放回原处 连西西伏斯看了都会说 这做的是无用功吧这个 最怕的是你刚努力了两个月 好不容易有点成效 结果遇到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见你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胖了 所以现在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再帅的教练都无法激励我了 我一想去见他还要借糖 借油 借碳水 我就觉得算了 我还是借色吧 自打扮了健身卡 身体没有变健康 灵魂得到了升华 我现在饮食特别油腻 你内心十分纯净 我也理解了自律给你自由的真正含义 就是只要我自律的不去想凶鸡 我就可以自由的吃炸鸡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大家好 我是吴鼎 然后我去年刚研究生毕业 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 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学校呢 主要是研究航空母舰 研究了我国全部的航母 也是唯一获得航母建设突出贡献奖的单位 这些项目我都没有参加 但是我特别自信 因为我觉得人 你不要老想自己多普通 你多想想咱们集体多成功 对吧 我读研 我主要就是研究如何把学校的成果 跟毫无关系的自己有机结合在一起 我找工作简历就写 我是中国航母研发见证者 但是正在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才发现 现在其实真的很卷 学历也是挺卷 研究生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就挤破脑袋 只能找那种不对口的工作 刚毕业在一个互联网公司 当了个HR 确实不对口 我当然还安慰自己 我说起码是个大厂 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裁员 他们找我一个 是为了更快的裁掉一批 我每天干的都害怕 我就怕我辛辛苦苦 把人都裁完以后 告诉我最后一项工作 咱们就是自裁 就死去吧你 毕业落差真的还挺大的 我刚考上研的时候 真的特别兴奋 我身体有点猖狂了 我说好不容易考上了 咱们现在是高学历人才 跟普通人已经拉开差距了 结果那会儿网上开始有人说什么 高学历的年轻人 不应该有学历优越感 要放低心态 向下兼容 给我看的气坏了 我说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搞钱你咋不早说呢 我这考了两年你跟我说这个 凭什么不能有优越感 人家生物学都研究过了 说咱们人类都是从海洋生物 先进化成陆地生物 再进化成人 所以说做人 最重要的就是上岸 你不上岸你都不是人哪 你就是枯海里挣扎的鱼 我才是岸上自由的人 我上岸才知道 上岸还得租房子 没人跟我说啊 刚毕业在北京 房租真的压力太大了 只能租那种隔断房 三千块钱 给我隔阳台里了 一共就七平米 一共就七平米 只有三面有墙 剩下那一面全是大落地窗 全是玻璃 就怎么形容呢 哥们儿住展柜里了 活得很没有尊严啊 你感觉不是我租了那个房子 是房东把我收藏了 就人家那个大落地窗 正对着床 一开始都不给装窗帘 我住的头天早晨 我身上烫醒了 真的大早晨 人跟吸血鬼共情了 太阳一出来 我在那儿 给我气的 我说这怎么读全日制硕士 还得读全日制隔断呢 白天公司当社畜 晚上回来当吸血鬼 没有时间做人啊 过了一段时间实在扛不住了 我态度特别强硬 我跟房东说 我说哥能不能装个折光窗帘 真扛不住了 那个房东不想花这个钱 他阴阳怪气 说你想要你自己买啊 研究上连个窗帘都买不起 不想住可以走啊 我当时也有点生气了 我跟你讲道理对吧 窗帘是一个房间的基础设施 应该由房东来配备对吧 你不要看我是个读书人 你就欺负我 你要是再这样 我也不要脸了 押金我也不要了 我就拿个大红油漆 在你房子里刷墙 我就那房子写字 我就写天之骄子 活活烫死 现在毕业已经一年多了 很多朋友都交流过 你感觉确实现在啊 发展好不好 还得看个人 对吧 学历它也不是一个保证书 每个人面对困难 还得自己解决 不是你考上研究一帆风顺 我甚至有时候怀疑啊 就人家有那种聪明的鱼 就不上岸 就在底下猫着 看着我上岸在那手舞足道 当陆地动物 还不是当牛做马 我在下面多好 想滑水就滑水 想摸鱼就摸鱼 谢谢大家 我是傅景 谢谢 你们好 你们好 朋友们 我叫 我叫西文 我叫西文 然后我也有一份工作 就不在什么非洲或者英国了 我在浦东 来敏航属于出差了 我是个软件工程师 就是程序员 我挺喜欢我的工作的 但是我干完这个工作之后 我姥姥一直很担心我的健康 她就是从我学计算机那天开始 老太太就坚信 我这辈子呀 注定会走在她的前面 她不是凭空瞎骂朋友吗 她是个老太太 但是她拥有她自己的逻辑和道理 她说她身边长寿的老人 就没有一个是程序员 没毛病 你们能理解这 我不服气 我充满自信 你们懂这个逻辑的 我跟我姥姥说了 我跟她读咒发誓 我说姥姥 我必须得让你看看 你外孙子能有多长寿 我姥姥说 我要是能看见呢 那你指定是不长寿了 我姥姥先生特别喜欢 按摩学位养生的老太太 她会带我去走那种老人最喜欢的按摩学位的鹅卵石路 我上次回东北 我姥姥带我去走了我们那最有名的一条鹅卵石路 真的朋友们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壮观一条鹅卵石路 真的是壮观 就是人山人海已经很难形容那条路了 那就是一条鹅卵石路上铺满老太太 他们走在那个路上面 对那个鹅卵石已经称当是爱不释脚了 还在那边走边闹呢 说咱们呢 多养一天生 就能多活一天 多活一天 就得多养一天生了 朋友们 我就是程徐儿 死循环我见多了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一个生机勃勃的死循环 我觉得老人比我们适合当程徐儿多了 人家为了延长自己的deadline是真卡罢了呀 但是我在那条路上走的就没有那些老人走那么开心和雀跃了 我在那条路上走的就步履攀陕 个的贼疼 还得被旁边老太太笑话 说你这个小伙儿 怎么还没我走得快呢 我说我能有你走得快吗 他还做阴险的笑 好喜欢 开玩笑 我老不就是怕我走得快吗 后来事情更严重了 我本来以为这就是事情的结束了 但是后来我又收到了一份来做我姥姥的礼物 在上海是一副鹅卵石鞋垫 你们见过那种养生鞋垫 上面有凸起 然后把它塞进你的鞋里之后 你此后走的每一步路 脚底下都有个乱石 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发明 我看这个鞋垫的时候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发明这个鞋垫的人 他是不是参加就没有理解过 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鞋呀 哈哈哈哈 就是你们想好朋友们 鞋是为了帮助我们人类 走在一条崎岖的路上 现在这个鞋垫 在我们的鞋里 铺了一条崎岖的路 但是穿上鞋垫的有好处 就是鞋里塞进石子的时候 脚已经不疼了 感觉自己整个人特别充实 内部的崎岖和外界的阻碍 在此刻对齐了颗粒度 我现在跟养生这个事 也和解了 也和解了 倒不是因为我想开了 主要是因为我得病了 我确诊了腰间盘突出 是在篮球场上一次 丝滑转身之后 确诊的时候 那个医生跟我说 说这个病啊 是那种会陪着你一辈子的病 我也没有想到 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我老累试用了一些 身边腰不好的老人 关于腰疼如何缓解 得到答案也非常简单 就是撞树 原理是这样 用树上的突起 撞你腰上的突出 你就好了 我觉得如果这个方式有效的话 那最有效率的方式 不应该是我找另一个突出的人吗 我俩背对背拥抱 而且只要这个世界上得腰间般突出的人 不是奇数 所有人就都好了 而且我确实觉得我这个年龄跟其他老人相比 在撞树这件事上更加具有一些年龄上的优势 毕竟我正值壮年 我现在其实这个腰也不太影响我的工作 说实话朋友们 我发现我这个腰虽然经常容易闪到 但是和我领导点头哈腰的时候 腰从来不闪 我觉得我的腰特别谄媚 我瞧不起我的腰 人就应该挺着腰杆 不像任何东西低头 我认为腰啊 必须得弯在该弯的时候 谢谢大家 我是赛文 鼓励点 大家好 大家好 山河 你好吗 真好 真好 开心啊 很开心来到这儿 然后我叫山河 其实负话不多说 我刚一站上来 大家能看出来对吧 女孩嘛 比较胖 对 我就是那种 生下来就胖 我生下来破我们那个医院的记录了 八斤八两 他7我8 咱俩8 哎呦 真的太开心 你知道第二天所有人都慕名而来 哎 你知道人家来都不用看哪个是我 太好辨认了 一排新生儿往那一躺 跟那个手机抓卖电视 这儿一个iPhone 8 这儿一个iPhone 9 iPad 哎 你们知道就这个事最开心的人是谁 是我奶奶 传说中的梦中情孙嘛 哎呦 逮谁跟谁说 见人就说 当时有人阴阳怪气说 哎 你们家生了个孙女嘛 又不是个孙子 我奶八斤八两 骄傲坏了 哎 人家还重男轻女呢 咱奶就涂个重 哎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我小时候走亲戚有个爷爷说 呦 哎 长这么大了 还这么胖 不认识爷爷了 小时候爷爷还抱过你呢 没抱起来 其实我讲这些 我不是想讲身材焦虑 我说实话 打心眼里实话 我不焦虑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胖到那种 影响生活 影响健康的程度 但是我妈太焦虑了 我妈现在会把我人生 所有的问题 好像都要归结于我胖 我说我这个段子也太难写了 我妈说对啊 那胖的人反应就是慢 这样你催婚嘛 口口婆心也跟我说 你看你现在真的什么都好 你现在找不到对象 唯一的原因 就是因为胖 哎呦 我妈居然觉得 我找不到对象 只有一个原因 你太高看我了 妈妈 我说我觉得还是性格原因 对吧 咱自卑敏感不上镜 我妈说对啊 那胖人不就自卑敏感不上镜 气死我 但现在女孩嘛 长大了 有人看见你胖 她不会说你胖 尤其是也长辈们 真的很会说话 逢年过节看着你 说 呦 这姑娘长大 有福气 你们都知道 有福气 我觉得有点抽象 我不知道福气在哪 什么叫福气 我从小到大听过最多的词 就是能吃是福 吃亏是福 那个傻人 有傻夫 我觉得吃亏是福也不对吧 你想你上了一天班 做一天的方案 被同事抢过去 一拍大腿 我可真有福气啊 但长辈不是这么说 长辈说 你看咱们长得就有福气啊 你看咱们这个脸盘也大 是吧 底盘又稳 眼睛中间还有个痣 有个痣 有福气 耳垂也大 这不弥勒佛吗 我就弥勒佛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以后跟我男朋友吵架 我不吵 我就看着他 你这渣男 回头是爱 没有意义 把我的梗收好 这小刀拒绝了 你看人家管刘亦菲叫什么 那样好看的小姐姐 管刘亦菲叫什么 神仙姐姐 人家微博评论区打开什么 神仙姐姐姐姐杀我 以后我火了佛祖姐姐姐保佑我 你别着急 还有更牛 有人夸我有忘夫香 更玄幻 我头一次听说 能从一个人的脸上 看到另一个人的命运 我专门去查了 忘夫香就是说 我以后啊 会因为我的一张脸 让我的男人事业顺利 一帆风顺 甚至 甚至能够激发一个男人 奋斗的动力 发财的潜力 我说这可具体怎么激发呢 你该不会结婚当天晚上 东方花竹叶 我老公门一关开始盘我的脸 你可得保佑我 娶你屠杀 我原来不相信这个对吧 我觉得这就是个迷信嘛 实在没什么夸了 但你知道 人被夸得越来越多之后吧 咱就信了 我前两天相亲 我开始给人画饼 男生说 你工作收入有房 我说都没有 有福气 我忘你 娶到我就是给你脸了 但你仔细想 话说回来 对吧 你说我们女生 最想成为的女性什么样 我觉得肯定不是忘夫的 我的价值 不想从别人身上体现 对吧 你说我们女生 最想成为女性什么样 我觉得你想漫威里面女英雄 好看 对吧 有钱 超能力 她叫什么 黑寡妇 可夫了呀 我感觉他们就缺少 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忘夫女 对吧 钢铁侠当年有我就死不了 死不了 你想象一下 她马上要走了吗 要死了 她有那个手套 要游泳就义 要弹响指 说 I am Iron Man 后档 后档 I am your wife Get married 钢铁侠说 With you Why 我说不是why 是wife 弹我的脸 谢谢大家 我们下回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也是在上海租房住 租房很麻烦 因为要去看很多房子 有时候上一个租客 还没有搬走 我进去就要强装镇定 像一个视察的领导 说 啊 闺门好用吗 啊 卫生间水压正常吗 行行 好住就行 你住吧 我租不起 但所有的房子啊 你不到真住进去的时候 都发现不了它的问题 比如说 我现在的房子 住进去才发现 每天下午两点呢 都有成群的小孩 在下面玩闹 喊叫 谁能想到 我花几千块在城市 竟然能租到孩儿警方 刚租好房子的时候 我有很多憧憬 看了很多家装视频 标题都是 打工人一千块 暴改老婆小 就是里面有一个人 拿着刷子 二倍速 这儿搓搓那儿搓搓 家就变漂亮了 但我自己尝试了 才发现 我不想拥有他的房子 我只想拥有他的工作 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 回家不想躺着 竟然还有力气刷墙 我就想 这个博主这么热爱生活 他一定很不热爱工作吧 为什么我回家 就只想刷短视频呢 同样都是刷 人家下班刷墙 刷完了 开心 我刷短视频 刷完了 想死 租房也免不了要搬家 我也是自己找搬家公司搬 没有交朋友 因为只要你找朋友 帮过这种忙 就会知道 还是搬家公司比较便宜 但就怕遇到那种 不正规的公司 当时我和师傅 订好价格 就开始搬 我也帮着搬 东西不是很多吗 就很顺利 直到师傅抱着我的最后一件东西 站在楼梯口 说 好累啊 能不能加一百块 当时我看到 豆大的汗珠 师傅头上一个都没有 但我就有点害怕 因为师傅知道我家住哪 那一刻我就想马上搬家 但我搬家 还得再找一个搬家公司 我就希望我能长得高一点 壮一点 这样我就可以毫无畏惧地跟他说 你累了吗 你好猜啊 然后我就接过箱子 背起师傅一起上楼 我就好希望遇到那种 坐地减价的搬家公司 就是你这个箱子虽然大 但特别轻 要不要给你减一百块钱 就是你一个人住害怕是吧 我把眼睛蒙上给你搬 我也知道 有时候我是过于谨慎 起人忧天啊 我白天出门之前 就把窗帘都拉住 晚上进小区 就把耳机摘下来 听周围的动静 收到快递 要先把信息涂黑 开关门都十分迅速 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特工 虽然没有很多本护照 也没有一箱现金 但行为极其神秘 就是我的代号 现在是张先生 接头暗雨 是放门口就好 我还会在阳台上 挂男士衣服 门口放男士拖鞋 总之要想保障安全呢 要么假装我是一个男人 要么假装我有男朋友 我就很羡慕男生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男人 顶多需要假装自己 没有男朋友 当然常年挂着男生的衣服呢 我自己也会试着穿一下 就真的很宽松 很舒服 有一次邻居就问我 为什么总见你穿男朋友的衣服 但从没见过你男朋友 我就需要一个机智的回答 我说 因为我男朋友进去了 我公安局的亲戚抓的 这句话就包含很多信息 第一我男朋友不好惹 第二我在公安局有亲戚 第三我连男朋友都弄进去了 说明最不好惹的其实是我 所以为了安全呢 我现在交朋友也很功利 只结交25到30岁的精壮小伙 就是如果谁能正好穿上 我放在门口的鞋 谁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小北听完我的处境 义愤填膺说一定要帮助我 就是愿意给我两双她的旧鞋 可能这就是脱口秀演员吧 解决不了问题 只会瞎幽默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谢谢 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一个美好的祝愿 但大部分人一辈子要活两万多天 所以五分钟是其中的五百七十六万分之一 祝福如果过于保守呢 就不如不祝福 你这就相当于跟人说 恭喜发财不止五毛钱 但我也理解 因为快乐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反正在我家从小我一快乐 我妈就会跟我说别嘚瑟了 我考了一百 我妈就说小心乐极生碑 我要考了九十九 我妈就说你看乐极生碑了吧 我妈总是很怕我乐极生碑 笑死 我现在根本就不乐 我平时的生活状态只有三种 中碑 大碑 超大碑 甚至接受夸奖我都很难开心 因为我更习惯于接受批评 现在看到网上有人说 鸟鸟妈妈爱你 我就觉得都会过去的 看到网上说 鸟鸟的表演太差了 我就觉得妈妈爱我 人们都说小孩无忧无虑 但我当小孩的时候也没有快乐过 因为我从来没有叛逆过 我最叛逆的行为就是 和我妈讨论其他小孩有多叛逆 我最叛逆的想法是 有没有可能纹身 但不被家长发现 有没有那种肉色的纹身 或者在胳膊上纹一个蚊子包 到了冬天 别人问这个天气有蚊子吗 我就说不是 这是我的纹身 我都想过 能不能跟纹身师商量一下 就是我给你钱 你给我纹身 但是纹到你自己身上 然后我想跟同学炫耀的时候呢 你就过来一趟 总之我从小是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人 长大了也比较内向 但有网友说 真正内向的人呀 也根本不会上台 在这里我想说 对 我就是装的 内向是我演出来的 他们都是来争大王的 只有我是来当影后的 为了装内向 我说一句话 总是最后两个字 声音特别小 别人问我中午吃了啥 我说我中午吃了烤冷面 他说啥 我说我中午吃了烤冷面 虽然他吓了一跳 但还是不知道 我中午吃了啥 我用这个方法 迷倒了很多人 我这不是真正的内向 我这是科技语 很活呀哥们 还有人问我是不是 李淡的妹妹 说我是不是李鸟 我真是奇了怪了 我要真是他妹妹 为什么他不能跟我姓 叫他鸟蛋 你们看网上 其实有很多积极的声音 但我记住的只是这些 朋友说我是个悲观的人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是其他人过于乐观了 他们只会被困难打得措手不及 而我在困难没来的时候 就魂不守舍了 正要等到困难真正来临的时候呢 大家都吓得要死 而我已经十分明智地死透了 我觉得我虽然悲观 但他们也只是在傻乐 我朋友说 你倒不是傻乐 你这是傻悲呀 在我这种悲观的人眼里 快乐基本也就两种情况 一种是应该干啥 但不用干了 或者不应该干啥但干了 我是说在合法的前提下 比如说现在你觉得 应该给别人投票 但你没投 或者你觉得 不应该给我投票 但你投了 你就会觉得快乐 不但你们快乐 我也会感到快乐 我最快乐的时候 其实是闹钟响了 但我把它按掉 但我选择的是 五分钟后提醒我 这五分钟是最快乐的 所以快乐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上班可以迟到十分钟 你就可以快乐不止五分钟 所以最后希望大家 凡事都往好处想 尽量傻乐 不要傻杯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最后五分钟 我想说 我现在好害怕呀 我怕我真的拿冠军 因为我觉得我的能力还不够 此外我也不想成为 史上评分最低的一届 投球大会的冠军 那样的话 我就是最水的一届冠军 我就是一个水军 但我要是没有拿到 我就连水军都不如 我怕我要是拿了冠军 以后就再也听不到实话了 观众要是笑了 他们就说 因为我的段子高级 观众要是不笑 他们就说 我的段子太高级了 我觉得段子 没有高级低级之分 我的段子也并不高级 他们只是比较完美而已 我怕我拿了冠军 就没法面对其他演员了 我怕他们会想 我怎么连他都比不过呀 我希望他们能想 他今年拿冠军 是因为效果今年 该捧女的了 这样我就能安慰他们 说没事 还有机会 咱们争取明年 做个女的 我这个人就是很容易焦虑 好事来了 我都害怕 为了克服这一点呢 我看了一本书 叫焦虑的意义 看到第二百九十四页 终于找到了应对焦虑的方法 书里说幽默可以对抗焦虑 原来我之所以焦虑 是因为我还不够幽默 看完我更焦虑了 有的时候我太过焦虑 连淘汰了的演员都看不下去了 都来安慰我 还帮我改稿 我觉得他们都好善良 我也好善良 我都不嫌弃他们 我怕我要是真的拿了冠军 我妈就会天天晒娃 但我和一般的娃不一样 我是一个成年的娃 我会感到羞耻 甚至现在我妈已经开始晒了 她会在亲人群里 发鸟鸟脱口秀的文本分析 但没有人回复她 我三姨在群里发养生妙招 我姐在群里发团购链接 看得出来 我们家只有我妈一个人 注重文本 我怕我拿了冠军 也还是找不到对象 那我就更怀疑自己了 我这个人是不是短板太短了呀 我的桶是不是裂开了呀 我又怕我说这个事 有人说这么优秀了 怎么还在瞅找对象的事呢 我又怕我说了这个事 有人说他怎么能说自己优秀呢 我怕现在弹幕里都是 你的害怕太多余了 没有办法 我这个人就是起人忧天 一颗红心 二十手准备 我最害怕的就是 我说了自己的害怕 你们就知道了我的害怕 就会来嘲笑我 但我更怕你们不笑 因为对脱口秀演员来说 你们要是不傻乐 我们就白傻杯了 不说了 不能再说我怕拿冠军了 再说下去 大家就会觉得我装 觉得我矫情 最重要的是 怕什么就会来什么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前几天我去拍了个时尚杂志 是的 时尚圈已经找不到人了 服装老师会频繁地给我调整衣服 每次来他都会悄悄跟我说 吸吸肚子 吸吸肚子 而我都会告诉他 已经在吸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你以为我在躺 其实我已经在卷了 今天我们聊躺和卷的话题 躺和卷怎么选 这个题目就给我们一种假象 好像我们有的选 我们之前思考过那种电车难题 是吧 一条铁轨上躺着五个人 一条铁轨上躺着一个人 问如果是你 火车该往哪开 是吧 但真到了社会上 我才知道 我决定不了火车往哪开 因为我就躺在铁轨上 我们这些脱骨秀演员 都躺在铁轨上 只有李旦在开火车 他想压谁就压谁 我们被李旦压 李旦被网友骂 我很少思考怎么选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 每个人的选择范围 都是有限的 小时候妈妈领着我进小卖铺 问宝贝 你想吃薯片还是辣条呀 我指着老板背后说 妈妈我想要那个电视 我妈说 我是不是又给你脸了 这也让我想起 我学二胡的过程 在我小学二年级的一天 我妈问我 宝贝 你想学二胡吗 这就是我人生面临的选择 我妈没有问我在钢琴吉他 和二胡里 你想学哪一个 她问的是 二胡你想不想学 在二年级的我听来 这句话就是 这个脸你想不想要 所以我就被迫开始学二胡 学也学不在心上 每天我妈上班前会跟我说 我去上班了 你自觉点 该干啥干啥 我就知道 我该看电视了 但我也没办法踏实地看 我会焦虑自责 会想我为什么这么不自觉 所以我就会一边看电视 一边拉二胡 我给电视配乐 那时候再播家有儿女 有一集 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夏东海不在 我一拉就感觉 夏东海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我卷了很多年二胡 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二胡不是一个 适合展示的乐器 也没有办法吸引异性 你能想象吗 两个男生走在街上 突然一个碰碰另一个 说两点钟方向 两点钟方向 有个女生在拉二胡 你有零钱吗 除了拉二胡 我也卷学习 拉二胡和做题 这就是儿时的我 能为人生所做的全部准备 所以现在我的思维很简单 就是遇到困难 就想刷题 包括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也总想 如果有一套真题 刷一刷就好了 最好有一本 五年大会三年模拟 每次主题赛宣布主题 我听到的仿佛都是 字数八百 文体不限 诗歌除外 不要退赛 有时候还有附加题 是吧 已知 云南白药口腔修护寒树叶 搭配活性态牙膏 帮助修复口腔粘膜损伤 问如何将以上信息 巧妙地融入段子 这道题我已经答完了 有的时候如果不会做呢 把题杆抄下来也能得分 但我到社会上才发现 会做题也没有用 因为很多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参考答案都是略 我和他能长久吗 略 我这么加班真的值得吗 略 我的人生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吗 略 我就感觉生活在嘲讽我 好像他说 你想知道答案吗 就不告诉你 略略略略略 躺和卷怎么选 我每次坐飞机都会纠结这个问题 我每次上飞机都会 既带着U型诊 又抱着笔记本 低头写稿会想 不行不行 颈椎要完了 躺着睡觉会想 不行不行 工作要完了 我这个人就是躺的时候 卷的时候想卷 卷的时候想躺 永远年轻 永远左右为难 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 所以你要是让我选呢 我会选躺 但如果实在让我卷呢 我也服从生活的调剂 我希望有一天 我对生活的态度 能像生活对我的态度一样 就是 乐乐乐乐 谢谢大家 我是妙妙 大家好 我是妙妙 我也是一个全日之女说师 我之前一个人在上海居家了两个月 怎么说呢 我现在特别热爱社交 因为一个人居家真的非常难熬 我之前完全不会做饭 有人问我说 你一个女孩子 难道之前没玩过厨房玩具 没玩过过家家吗 我也玩过家家 但因为我从小就话少 又懒得动呢 我都是演爸爸 我妈也经常劝我 说你要学学做饭 但对我来说 做饭很难有成就感 因为你饭做得再好 都很难把劳动成果留存下来 我妈说 但几年前还出土了 几个未进南北朝的饺子 我说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它好吃的话呢 当初根本就不会被剩下来 总之我平时都是点外卖 真到自己做的时候 才知道和别人差距有多大 别人都会一些拿手菜 会说这个菜我特别拿手 我只能说这个菜我非常棘手 除此之外 我还会一些烫手菜和切手菜 除了操作上的困难 我还缺乏常识 我在家用平底锅 小心翼翼地做了一周的炒鸡蛋 才发现 要做一个成型的鸡蛋饼呢 是要加面粉的 我知道了这个诀窍 又把饼做得太厚 那天我打开一个 五分钟快手菜视频 然后在厨房里忙活了两个小时 最后做的那个鸡蛋饼 外焦里生 外面已经焦黑了 切开里面还会流汤 外有致癌物质 内涵沙门势菌 我的朋友听闻了我的事迹呢 都说我是绝命厨师 总之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我烧坏了两个锅 手机进水了一次 煎个鸡蛋 还把美气灶的灶眼堵死了 我总结出了规律 我干的活越多 我家能用的东西越少 我的朋友都很担心 我说你小心点 别把家给点了 我说放心吧 灶眼已经堵死了 最让人挫败的是 经历了这种种的困难呢 我做的饭仍然非常难吃 每天我做饭两小时 吃饭十分钟 洗锅一小时 谁能想到 这其中最煎熬的 竟然是中间的那十分钟 厨房在文艺作品里 是世俗和平庸的象征 但我们都误会了 厨房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厨房里有刀 有火 有油锅 你们知道 哪里还有这个配置吗 地狱 这也就是我对厨房的感受 我也理解了 为什么大家去这两个地方 用的动词都是同一个 所以当别人问我 你下厨房吗 我都会说我下地狱 我每天要下三次地狱 我一个人住嘛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我才做了几天饭就崩溃了 我又一想 妈妈做了二十多年的饭 我心里现在想起来 就会觉得很崇敬 有人问我说 那你现在一定很想吃到 妈妈做的饭吧 那倒也没有 我妈做的饭也不好吃 我在上海还要给我爸点外卖呢 也有朋友安慰我 说你不会做饭呢 正好筛掉了一批不合适的男生 我说对 我筛掉了一批需要吃饭的男生 教育部发布了新的劳动课程标准 从今年九月起呢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也要会做三道家常菜 怎么说呢 我想生孩子 你们也知道我们的比赛压力很大 所以我昨天请了几个演员朋友 去我家吃饭 时间应该也差不多 我今年的策略就是 要想避免他们站起来挑战我呢 就先让他们站不起来 我来之前还想 我的稿子里有地狱 会不会太沉重了呢 但今天看到这个舞台 所以我现在心态非常的平稳啊 只有我只有两条路啊 晋级上天堂淘汰下厨房 上天堂 谢谢大家 我是梅梅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这个人呢 很容易感到尴尬 突围赛我晋级了 其他选手都来祝贺我 建国跟我握手 我和建国握手 杨波跟我碰拳 我和杨波碰拳 忽兰也伸过来一个拳头 我握了握忽兰的拳头 你们握过忽兰的拳头吗 很尴尬 当时我就想 好怕忽兰嘲笑我 但我又觉得他不会 忽兰可能会想 哎呀我要是出剪刀就好了 有一次我坐电梯 遇到两个女生啊 我一进去我就知道 他们也很内向 因为我一进去 就听到后面有两个声音 其中一个说 可以吗 另一个说 没事 然后第一个声音说 鸟鸟 我说嗨 然后我们就都沉默了 那一刻就特别地尴尬 我觉得电梯是个特别适合 体会尴尬的地方 如果你要体验恐惧 你可以去鬼屋 你要体验尴尬 就要进电梯 即便鬼屋里有一个电梯 你和鬼一起站在里面 你也只会感到尴尬 你也只会说 唉 你今天还挺恐怖的 我也很怕坐别人的电动车 因为我不知道该抓哪里 有一次我坐中介后面 就只能抓他衬衣的两边 他衬衣又很紧 就很难抓 他车又开得很急 我就说不好意思 您能开得稳点吗 他说你能不挠我了吗 我就明白 古人为什么喜欢骑马了 因为骑马 骑马能抓呀 对我最近写的梗 就是这么的抓马 还能这么来 因为怕尴尬 我就经常一个人待着 我就想一个人待着 总不能尴尬了吧 直到有一天 我投屏投到了邻居家 我正奇怪呢 为什么电视一直加音量 还是没有声音啊 小区群里一个大哥已经崩溃了 说别投了 已经要聋了 他还在群里发了我电脑桌面的截图 那一刻我就明白 什么是精神走光 当时我看的是脱口秀大会 大哥还说 这节目营销也太厉害了 没人看也不能硬往人家里头啊 原来只要你是一个尴尬人 独自在家也是可以尴尬的 我就很羡慕那些大爷大娘 他们就不太会尴尬 他们很自我 他们可以旁若无人 在公园里撞树 跳舞 和老姐妹们摆成一个五角星 因为他们用五六十年 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世界上 绝大部分人的想法都不重要 人应该只在意那些最重要的人 配偶啊 子女啊 广场舞的舞伴啊 我觉得他们活得比年轻人更平和 更洒脱 更明白人生的意义 我就希望我也能早点到达这种境界 到时候我就不怕社会性死亡了 我甚至可以社会性找死 我就跟中介说 觉得痒痒吗 忍着 跟邻居大哥说 给我把会员冲了 跟忽兰说 别装裤了 把手张开 我来出剪刀 我不想再内向了 我甚至要变得非常过躁 让邻居都忍不住 说鸟鸟 不要再叽叽喳喳了 叫你鸟鸟 不是让你真的变成鸟啊 总之最后呢 希望大家都能活得更轻松 少一点尴尬 多一些自在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谢谢大家